好看一下 那么这里面呢 就是我们给大家说的这些内容啊 那么说完这些内容之后呢 下面呢我们要给大家说的啊 就是我们的这个 商品模块里面的其他页面啊 那么其他页面呢 昨天我们做了这个首页 那么下面呢 我们要做的就是这个detail页面啊 detail页面就是在这里面 把这个detail页面呢 首先先拿到我们的templates下方啊 拿到这里面把它粘贴一下 然后呢在这里面 它呢有一个附模板 这个附模板呢叫base detail list啊 所以呢继承于它 extense 继承于我们的base detail list啊 然后标题 block title 好这里面underblock title啊 然后再往下这一部分 看到附模板里面都有这个 欢迎信息 搜索框对吧 这两部分都有 然后呢你注意 我们在写这个东西的时候呢 我们说详情页和列表页的这个菜单呢 是一样的啊 这个东西呢 所以呢我们拿到了我们的base detail list里面 那么其他内容呢都要写在这个main content里面 对吧 所以呢我在这里面去使用的时候呢 我把这一块呢也应该给它删掉啊 删掉之后下面呢 这是这个详情页的主体 它有一个对应的块 就是我们预留的这个blockman content啊 我们在biz detail里面给它预留的一个blockman content啊 所以你在这边写的是blockman content的 然后写完之后呢开始呢去往下去找 找它的一个结尾 好这是它的版权 那么这边呢应该是它的一结尾 叫做endblockman content啊 然后再往下 这一部分 哎 版权兮兮 不要 有 然后呢这里面有个div元素 对吧 关于这个div元素呢 我们特意呢 在这个biz里面预留的一个模块 叫做blockbottom啊 所以呢在这边写的就是我们的这个blockbottom啊 blockbottom啊 然后那么在这里面再来一个写上一个endblockbottom啊 然后下面呢还有一段gs的文件对吧 gs的文件呢也是biz里面预留的现在的块 叫做blockbottomfiles啊 所以在这边把它放在我们的这个blockbottom 什么files啊 然后呢这里面结尾 endblockbottom啊 files啊 OK 把这些东西写完之后呢 哎 我们这个改造完了 下面呢我们可以呢去做一个显示啊 在这里面呢 我们就简单在这里面定一个对应的视图 哎 写上一个啊 view啊 这是我们的首页 然后我要在这里面给它加一个detail啊 直接在这边 class 然后呢写上一个detailview 好 继承view 哎这个内容呢就是详情页 详情 页啊 然后呢 显示写一个 define写上一个get啊 self 然后呢写上一个request啊 好 在这里面 显示我们的 详情页 然后呢 在这里面显示的谁呢 显示的就是我们这个 detail 所以呢我要使用一下它 我们先不管上面显示的内容啊 return一个render 然后request啊 在这里面写上一个detail 点entail 好把这个显示完之后啊 那么我们说最终当用户呢 他访问我这个 哎 页面之后 他一点击是不是应该跳软到对应的详情页面 那么你现在你考虑一下 我一点击跳软到详情页面 那我应该给详情页面传什么参数过来 每个图 每个商品的ID 好 对吧 你点击 我肯定是不是要知道你点的是哪一个商品 对吧 哎 你需要呢告诉我你点的是哪一个商品 商品的ID呢 它就可以标识哪一个商品 对吧 所以呢你在这里面 过来的时候呢 你需要呢去把商品的ID呢给我 传过来啊 那么既然传过来之后呢 我们的这个地址呢 我们就可以根据这种做一个设计啊 就是在这里面我们可以这样设计 就是斜杠固色 好 然后呢再来一个斜杠 斜杠后面呢跟上这个商品的ID对吧 哎 你只要地址这样写 我就可以补货这一部分的参数啊 那么有了这个地址之后 我们在我们的UILS里面呢 加一项配置啊 导入这个detailview detailview啊 然后在这里面写上一个UIL 啊 监控号 然后再写上一个固色 斜杠呢 我要匹配一个数字 斜杠D 加 对应的是DOLLAR 然后呢我给它起一个名字啊 它是上面的ID 我就起一个名字 问号P 写上一个固色 ID啊 然后对应的这个呢 是我们的 detailview.s view 好 name呢 给它起一个名字叫做 detail ok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的 详情 页啊 ok 那么我这边补货了 所以在我对应的试图里面呢 我应该呢给它 哎 对吧 接收啊 我们是关键字 所以这边呢应该叫做 goes ID啊 goes ID ok 那么你把这个写完之后呢 我们这里呢就可以呢去 访问一下这个页面啊 在我们这里面 比如说在这边我去敲入这个 goes 敲一个 一一好回车 这个页面是不是显示了 对吧 然后呢我们打开我们的静态页面 看一下详情页面上需要哪些内容啊 17.0.1 static 然后下面呢有一个 detail 这是我们的一个静态页面 那么看到这个页面之后 你看到这个页面 它跟我们的首页是不是一样 都是做信息的一个显示 对吧 所以呢你在这里面你要做的 你就是分析 你从上网下看对吧 我们要查询哪些信息 那么首先看一下啊 这个页面上 那么这里面是不是有这个种类的信息 好这一块呢是我们商品的详信息 对吧 然后还有这个新品 新品这一块呢 另外还有商品的这个详情和商品的一个评论啊 所以这些信息呢 都是我们的需要去获取的啊 那么你知道它之后 在我们这个试图里面呢 你就可以做查询的 首先你比如说 我要查询这个商品的信息 对吧 那么它我们捕获了一个参数 但是呢 我的地址呢 我的地址是这样设计的 那你比如说我现在呢 我的商品呢 用户可不可以在后面敲一顿数字 他访问 可不可以 是吧 你这个地址建设 既然这样设计啊 用户呢就是可以去这样写的啊 但写的时候这个ID 可能是不是不存在 所以呢 你要尝试的先去查一次啊 就在这边 获取这个商品的时候 我们就直接在这里面 获取商品的时候 在这里面呢 直接啊 直接在我们这边 就是 try 对吧 try 然后呢 写上一个 sq 等于我们的 goose sq 对吧 sq 这个类导过来啊 导入我们的 goose 这是商品的 具体商品的这个sq 类 然后查 从它里面去查 那么 我看一下这个名字 是不是大写的啊 好 大写的啊 把它拿过来啊 然后找到这边 找到这个views这边 然后呢把这个东西呢 给它放过来 那么在这边查的时候呢 就直接goose sq 点 object get 然后呢 商品的ID就在这边 所以呢 这边查的时候呢 就ID等于我们的 goose ID啊 然后查的时候 它有可能是不是ID查不到 对吧 查不到的话 它就会出错啊 在这里面 accept 然后呢 goose sq 点 does not exists啊 如果出了这个东西 说明这个商品 不存在 好 不存在的话 这里面呢 哎 注意啊 在这里面 你可以做一个处理 比如说我给他 报一个404的页面 对吧 或者呢 我也可以拿去 哎 拉一拉客户 直接给他跳转到这个 首页啊 哎 直接是 跳转 我们在里面跳转到首页啊 跳转 哎 导入这个 跳转的函数啊 redirect 然后反向解析 我们也倒过来啊 然后反向解析我们也导过来啊 from Django.co.co.co. 写上一个index 好那么这是这一步 你如果没有出错 这个商品信息 我是不是就拿到了 相当于我们页面上需要的这一块 我们是不是就拿到了 拿到之后 现在我们还要做的这一步 比如说在这边 获取商品的分类信息 这个要查 那么这个查 其实跟我们首页上面 是一模一样的 其实就在这里面 获取商品的分类信息 就是我们的 goose type点 objects点 那么得到这一个东西 得到一个type OK 那么这是它 然后再往下看 我们还需要什么信息 然后在这里面 比如说我在这里面 我是不是要查询 商品的评论 在这边 获取商品的评论信息 获取商品的评论信息 好那么 然后我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第一开始 在设计表的时候 看到我们这个表 那么 在我们这个表的时候 评论在哪里面 是不是在订单商品表里面 对吧 订单商品表里面 所以呢 这个订单商品表呢 它对这个类 是我们的 order里面的models 也就是这个order goose这个类里面 是不是有个评论 所以呢我要查 我要从它里面去查 我要把这个类呢 给它导过来啊 就找到我们这边 直接呢 在我们上面 要导这个类 我在这里面呢 导的时候 然后那么 直接是 from我们的 order 点 models啊 import我们的 order 故事啊 那么你在查的时候呢 我在这里面 我就查的 我查的是不是 就这个表里面的信息 那比如说啊 这个表呢 我们就叫 sqodels啊 sqodels 它等于我们的 order 故事 然后点 object 点 这个时候呢 你应该写的是这个 filter啊 filter 然后写什么呢 看到啊 filter里面 这个里面 是不是有一个 对应的sq 这个sq 是不是就应该 等于我们 查的这个sq 所以呢 sq 等于我们的sq sq啊 ok 那么你像商品的 这个评论的话呢 我们呢 是允许的 它为 空的啊 那我在这里面 看到这边 我给他加一个东西啊 我当时写的 是不是没允许为空 我们应该允许它为空啊 default 给它设置一个 空 default设置一个空啊 这个空就不算 那么现在呢 我显示商品评论的时候 如果他没有评论 我是不是不需要 看到没有 那我们在这边 过滤的时候 你是不是都过滤出来了 不管有没有 都过滤出来了 对吧 只要这个商品对应的 这个 订单商品表面 数据是不是都拿出来了 我要的是有评论的 那我们怎么做啊 好 这里filter 查出来之后 我是不是只需要把这个 进行一个排除 filter对应的 一个函数啊 叫做 x cloud啊 filter对应的函数 叫xcloud 返回不满足条件数据 不满足条件数据呢 我们在这里面写上 一个叫做 comment等于一个 空 对吧 其实呢 就是把comment等于空 那是不是就急住 不要了 哎 最后呢 给我们返回这一个内容 我是不是就拿到了 吧 然后呢 我们下面再再看一下啊 在这个页面上呢 还有一部分 这一部分呢 是我们的这个 新品的推荐啊 那么在这里面 新品 获取我们的新品 信息 好 那这个新品信息的话 你在这里面查的时候呢 其实呢 也是从这个 goose.sq里面去查 对吧 goose.sq.object.filter 然后里面条件写什么 哎 是不是要查询 跟这个商品 同一个种类的新品信息 对吧 哎 你点的如果是这个 新鲜水果 那我要查新鲜水果里面的 这个新品的信息 所以这部分这里面 它对呢 这个里面呢 有一个type啊 有一个type 看到 这个type呢 它就应该跟我们的 sq的type呢 它是一样的 所以呢 type 然后点 等于我们的 sq.type啊 OK 那么这一部分 你把这份做完之后呢 我们说啊 在这里面 或既然获取新品信息 我是不是要排序 排序的话呢 我们 base model里面呢 有一个 创建的 时间 所以呢 你就可以按照这个 创建的时间 从 哎 进行一个降序排序 对吧 哎 最新创建的 就是最新的啊 所以我在这里面 来写上的时候呢 就是 点 order by 然后呢 写上 create time 对吧 默认是升序 降序 写上一个 减号 那么这个呢 我们就叫做new sq s啊 OK 那么这是我们查到的商品的分裂信息 商品的评论 然后呢 还有 它的这些信息 然后呢 再往下的话 你看一下 还需要什么 好 那么这个啊 购物车 对吧 购物车呢 跟我们 首页里面呢 其实呢 是一模一样的 我就直接把它拿过来啊 其实呢 就是这一部分的吧 好 查完之后 把这些数据查完之后 我再获取这个购物车 好 获取完之后 那么 我们呢 就可以呢 去组织这个 上下文啊 组织 模板 上下文 那么这个 定一个 字典 叫做contest 等于我们首先 看 我要传的 我要把这个sq 给它传过去 sq 等于我们的sq 然后分类的信息 types 对应着我们查到的 types啊 然后 再往下呢 这里面 sq 对应着这里面呢 应该有个叫做 sq auders啊 然后它呢 就叫sq auders 然后呢 再往下呢 再往下看这个新品信息 叫做 newsq s 对应的就是我们查到的 newsqs 然后呢 再往这里面去看呢 这个还有个 购物车的数量 那这里面就是cata counter counter 对应的就是我们这边的counter counter ok 查完之后 下面最后 使用 模板 你把这些数据 是不是拿过去了 拿过去之后呢 你在这个 详情页面上方呢 就是做一个 显示啊 然后呢 我们在这里面 首先我们看一下啊 那么关于我们这里面呢 我们说首页这详情页这边呢 有一个菜单吧 这个菜单呢 我们写的这个内容呢 是定义在我们的这个 附模板里面 所以你要在附模板里面 这边呢 进行一个 便利啊 留一个 那么这边应该写的就是 for for啊 type 因为我们传过来的 types啊 我们传过来的一个 types 这个types呢 就是我们查到的分类的信息 所以这边class它的logo 那么就是type.logo啊 跟我们首页一样的啊 这边再写一个名字 type.name啊 OK 那么这一部分呢 是便利要显示这个菜单 然后呢 菜单来之后呢 就是我们这个商品的信息 那么关于商品的信息的话 你看到 我们传过来这个数据呢 你就需要呢 在这个里面去写了 首先呢 我们要看一下啊 那么这里面你看这个位置啊 首页的这个位置 你是不是要显示这个种类的名称 对吧 那么种类的名称的话 你注意 我们传过来的这个商品 它是sqo sqo跟它关联的这个东西呢 叫做type啊 跟它关联叫type 所以呢 我就可以直接的去点这个type 对吧 在我们在这个上方啊 在这里面type 就它 那么我在这边呢 我就直接的去点它啊 sq.type 就得到跟它关联的这个种类对象 然后呢 点它的一个name OK 那么这是这份 然后再往下呢 你看到这里面 商品的一个图片 对吧 图片 sqo.image.ul OK 然后再往下 名字 sqo.name 好 这里面呢 是它的一个 简介啊 那么这个简介呢 在我们这个模型类里面 我们写的叫做 dsc 对吧 所以你在这边 你写的时候呢 就是sqo.dsc 然后再往下 价格 sqo.price 好 单位 sqo.unit unit 然后像这些 数量这些东西 我们不需要管吧 对吧 这些啊 你看到这一部分 这一部分是不是 不是数据表里面的 对吧 还有这个总价 是不是也不是 所以这部分呢 我们不需要去管啊 然后呢 再往下 我们再看这里面 继续往下 看这里面新品推荐 对吧 新品推荐啊 新品推荐这一部分的话 我们视图里面传过来 这个东西 是不是叫newsqs 所以呢 我需要便利它 在这里面 我们在这一部分的话 我就可以便利啊 for 好 这里面呢 直接是for 我们的sqo.nit 这个newsqs 然后呢 只留一个 作为一个 结尾写上一个 andfor 然后呢 除此之外 在这里面图片 图片的话 就应该是我们的 sqo.nit sqo.nit image.nit you all 对吧 这个名字 那么这边呢 应该写的是我们的 sqo.nit 好 价格 sqo.nit price 好 那么你知道 看到这个部分之后呢 我们下面再看这边 你点击对应的商品 是不是也应该 跳远到它的详细页面 所以这边呢 有两链接啊 这两链接呢 我们在这边 我们呢 就使用反向解析 来做一下啊 UIL 来写上一个啊 固色 对应的这个东西呢 叫做 detail 对吧 detail里面 是不是补获了一个参数 那么你在这边 你在使用的时候 你需要把这个参数呢 给它 传上啊 写上一个 detail 先用detail的时候呢 里面是不是要写上 这个商品对应的ID 你要传入具体商品的ID 那么在这里面 我们给大家戳一下啊 其实呢 你在去补获参数的时候啊 你补获的是关键字 或者是位置的时候 如果你是按照顺序来传的话 你就可以呢 不写这个名字啊 但关键参数里面 如果你不按照顺序来传的话 你就需要呢 去写上这个名字啊 所以在我们这边 你传的时候呢 我就可以直接呢 去写上这个sq点 ID啊 然后这一部分的话 也是一样的 在这一部分呢 写它的时候也是 写它 OK 把这俩写完之后 下面呢 我继续的往下看 往下看的话 那么在我们这边 是不是有个详情 对吧 详情啊 那么这个详情 我们在这边 先把它直接这样啊 idl 然后呢 这里面应该 这里面有一个对应的 这个d对吧 d里面写这个详情 那么这个详情呢 就是我们的sq点 那么你注意啊 详情页面啊 你看到商品的详情 在我们分析 这个模型类的时候 goose sq里面 有没有存详情 但是goose sq呢 跟它关联的 有一个spu的对象啊 spu的对象里面 是不是存了这个详情 对吧 所以你在这边 你去取的时候呢 我应该是先点出 这个spu的对象 然后再点这个商品的 detail啊 所以在这里面 写的时候呢 就应该是 sq点 goose 点 detail啊 这是它详情 然后关于这个详情的话 我们还需要注意一点的是 看到我们这里的models啊 详情使用的什么类型 复文本对吧 复文本的类型啊 我们最终存在表里面 什么内容 我们也给大家看的 它存储的就是html的内容 那么这些数据呢 它都是我们通过 模板文件传过来的 你如果这样直接写的话 它会给你经过一个转译啊 所以呢 你要关闭转译的话 你在这边 你必须写一个 关闭转译 我们可以呢 使用这个spu过滤器 另外之前呢 我们还给大家讲过 这个out to a gap off 接受两三处 off呢 表示关闭转译 对吧 out表示打开 它有一个结尾的标签 叫做 under out x 对吧 那么在这里面只有一个变量 我们就使用这个save啊 使用这个save OK 那么这是我们商品的详情 然后呢 我们再往下看啊 那你注意我们这里面 看到这个详情页面 我一点击这里 这是不是还应该有个商品的评论 是吧 这个评论呢 我们在下面 我们再做一个div啊 把它显示一下啊 在这里面再来一个 再来一个啊 在这里面 再来一个div元素 那么在这里面呢 我们要显示出这个评论 那么这个评论的话呢 我就可以呢 在这里面去写上这一部 这一部内容啊 比如我们在这里面呢 我就开始做一个便利 便利谁呢 放 我们传过来的这个数据呢 它就叫做 sq 我应该便利它 那么在便利它的时候呢 你注意我在这里面呢 我去写的时候呢 我就放我们的这个 order 因我们的sq 然后呢 这里面我就写一个 and and 然后在这里面 我写什么呢 比如说这个dt里面 我写出评论的时候呢 我给你显示出这个评论的 时间啊 评论的时间 评论时间 看一下我们怎么获取啊 看一下我们怎么获取 那么这一部分 你就需要看一下啊 看到我们这个 order models里面 我们说这个 我们说这个common呢 它是不是允许为空的吧 它是允许为空的啊 那么 但是呢 这个评论什么时候评论 是不是用户买完东西 对吧 点击完确认订单之后 最后是不是有个带评价 他一点击带评价 是不是要进行评价 他评价完之后 这个订单是不是相当于已完成了 对吧 但是他评价的时候 他评价之前 我们表里面对应的这行数据有没有 是不是已经有了 只不过评论是不是为空 你用户一下单这条数据 是不是就有就应该有了 对吧 那么所以呢 用户呢 在最后一次点击去评论 然后呢 点击确认评论的时候 这条数据呢 会有一个更新 对吧 会有个更新啊 那么这个更新 在我们的 base model里面 专门的有一个时间叫做 update time 你只要一更新 这个更新时间 是不是自动就变了 所以呢 我们在这里面 这个最后一次啊 它的更新时间呢 就是我们评论的一个时间 我在这边呢 我就可以显示啊 就是order 它的update time 就是它的一个评论时间 然后呢 后面我还想显示谁呢 我还想显示出这个 谁评论呢 我加一个空格 那么 我还想显示出谁评论呢 就是评论人 对吧 用户啊 用户 用户名 那么用户名写谁呢 这里面你注意啊 看到我们这边 那么找到这个 这个类 这个类跟这个类关联的 是不是有个order对象 这个order对象 是不是就是上面这个类的对象 对吧 跟上面这个类对象关联的 是不是有个order 是不是哪个用户下的订单 这个order是不是有个order name 所以你在里面写的时候怎么写啊 直接呢是order 跟这个order对象关联的里面 有个order对吧 然后呢 这个order呢 它呢是一个上面这个类的对象 对吧 跟这个对象关联的 有一个 yoda 所以我这里面写的时候是去 去点这个yoda 然后这个yoda对象呢 就有它的用户名 就是yoda name ok 这是他 然后呢 再往下呢 你像这里面 我们只要显示这个评论内容 对吧 评论内容呢 我就可以呢 在这里面 比如写上一个评论内容 评论内容的话 怎么写呢 看到order这个对象 那么评论内容呢 就应该是我们的这个里面的 comment 对吧 所以你在里面写的时候 写上一个 order 点 comment啊 ok 这个我们就做完了 你看到 我们 从上到下 把我们 传过来的信息呢 都给它做完了 都给它做完了 然后呢 你像我们 关于传过来的 这个card covenant呢 其实呢 card covenant 这一部分 是不是在base里面 看到base里面 我们是不是已经用了啊 看到这边 是不是已经用了 是吧 所以呢 这一部分啊 我们就已经把这个模板呢 处理完了啊 处理完了之后 下面呢 我们就可以呢 去看一下我们这个 东西啊 在这里面 访问这个页面 比如说我还是敲一个 goose goose1 你敲 那么这里面呢 注意这边是不是有错 对吧 有错我就看一下啊 查看这个网页的源代码 然后呢 找到我们这边 这边信息是不是都没显示 看一下这个请求啊 然后呢 看一下我们的goose1 gooseID 这个是200 200之后呢 我们在这里面呢 去发过来的数据里面 我看一下这个detail页面 我们改的这一部分呢 确实改了 对吧 然后呢 那我们就看一下啊 我们查出来的这个数据呢 有没有 找到我们的这个 goose里面 那么最终呢 我在这里面呢 直接去打印啊 这里面这个没传对吧 contest啊 OK 那么 然后 在这里面呢 直接再敲一个回车 我们反问goose1 是不是 有没有 这边 菜单 然后呢 名称 简介 价格 单位 它的图片 对吧 这里面呢 是它的新品推荐 然后呢 这边呢 是它的一个 详情 对吧 那你像评论这一部分的话 其实呢 它没有显示啊 它没有显示 那么它这一部分呢 像我们这边呢 现在这个里面呢 还是没有这个评论的啊 你右键 常用文言代码 因为我们的订单里面呢 根本就没有这个信息啊 所以呢 你看到这个评论 是不是空的 是吧 我们现在先把这个页面呢 查询先给大家做了啊 那么 这一部分的话 你就可以看到啊 这就是我们 首页 数据的一个 查询啊 首页数据 就是我们详情页啊 商品数据的一个查询 它呢 捕获你传过来商品的ID 然后呢 就在对应的试图里面 把这些需要用到的数据呢 给它查过来 查过来之后呢 在页面上呢 便利去做一个相应的显示啊 就可以了啊 对应地语人们算不上了 词